大家好,我是小孙,今天给大家讲波兰安全应务公司成立100周年纪念钞 这张是在2019年10月2日为了纪念波兰安全应务公司成立100周年而发行的面质为19自罗提的纪念钞 尺寸为150×77毫米,发行量为55000枚 这是世界上首枚19面额的钞票,同时也是波兰发行的第11枚纪念钞 由于其面额特殊,设计精美,并且使用了目前国际流行的窗口方位 因此面试不到一个月,价格变猛涨 从最初的30美元涨到最高时的200美元,目前已回落至100美元附近 该枚纪念钞首次采用纸机开窗的复合形式印制 融合了德国库尔兹的全西探印博和瑞士希克派的二代磁性动感光变 OVMI、油墨、Spark Live等第三方安全技术 并结合自身强大的印制技术来展示该国的印钞实力 好,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它的片面设计 正面是波兰第二共和国第一任总理 钢琴家伊格纳奇·杨帕德·雷夫斯基 人像左侧为白鹰勋章 然后红色文字 Nie de Poligra 摘自第一任国家元首 赵兹夫·比苏斯基的手抄本 意为独立 然后下方文字 Poluska Stalusi Odiskania Nibodigroski 意为波兰恢复独立100周年 左上角突出的文字XIX为罗马数字19 然后左下面面额数字19代表了1919年 是波兰安全应务公司的创办元年 然后数字旁边的月归数之为兄弟会和胜利的象征 然后右侧全息条上有面额数字19 月归数之年份1919与2019 然后波兰国家银行简称NBP 透视窗图案与水印图案相对应 为国徽上英的城市化图案 然后再看一下它背面 背面以波兰首都华沙为背景的波兰安全印刷厂建筑图案 上方文字100 罗兰首都华沙为波兰安全印刷公司成立100周年 然后左下角文字 Banknoti emittuane preznaroklodibankpoliski sa plarnia slokin plarni poliski 译为波兰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 在波兰是法定货币 然后罐号PR为Lozinika Polistania缩写 译为周年纪念日 然后紫色Spark live图案为PWPW标志 这张确实挺漂亮的 也是我最喜欢的波兰纪念超之一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 期待您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